哈喽大家好,我是莉婷,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呢,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旅游啊,还有美食的小资讯 如果你也喜欢类似的内容,就给我们点赞还有订阅分享哦 今天呢,我就来到了位于槟城桥知识的一家点心店 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这家点心店呢,里面的装修是非常的美 而且有古色古香的味道哦 一起去看看 这家名为鲍德馆的点心店位于台牛巷 Levomelayu,打开复古的木雕大门后 阿姨说嗨 嗨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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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鲍德馆呢,一共有两层楼 第二层呢,是有比较大的沙发,让时刻可以一边喝茶,一边聊天 说到槟城高档的点心店,这个点心店的价位啊,是比其他点心店还要高出大约一个百分之十,或者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但是一壶茶的要价就是三十八令吉,这里提供老铁观音,六宝茶,古韵茶,而我们点的呢,就是瘦梅白茶,也是这里蛮受欢迎的茶,喝下去呢,是有一种淡淡的清香味 谢谢你 来,两块 这个呢,茶我把它放在这边先 喝完的时候我们才冲咯 好 茶海也放这边 服务员呢,会把一股这水放在你的桌上,让大家可以无限次地冲泡 服务生也会根据美味时刻的口味,推荐不一样的食物给大家哦 然后烧买的鸭糕咯,烧买咯,进南食三粒 帮我吃哈,好棒 个人是比较推荐这里的炸虾卷,沙麦,四线虾脚 因为他们的用料真的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好吃 这个是什么啊 山贝酒 山贝酒 哦,好 好 看,鲍鱼在这边 这个真的是鲍鱼来的 哦,可以吃到没 看好吃 阿貓 阿貓 你吃這麼多烏光碟的好吃 你不想吃 你喜欢吃什么? 我最喜欢吃 那个哈嘎 哈嘎啦 哈嘎跟鱼丸哪个比较好料? 哈嘎 哈嘎啦,为什么? 因为它里面不会太咸 哈嘎跟鱼丸 哈嘎 哈嘎啦 哇,多大多 嗯 它是太咸 它是太咸 哈嘎,这就是 很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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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服务生告诉我们 这家包德馆的点心店 其实是著名饼家明香泰旗下的点心店 所以里面卖的西式糕点和饼干 都是出自明香泰师傅的巧手 就连我们的阿嬷看了也忍不住想要买哦 你开水水了 阿嬷,你喜欢吃饼吗? 你喜欢吃饼吗? 你喜欢吃饼吗? 你 LIKE,没有吃饼? 你可以吃饼吗? 你喜欢吃饼吗? 你喜欢吃饼。 有人放饼吗? 没看到饼吗? 你喜欢吃饼吗? 好啊 你喜欢吃饼? 你喜欢吃饼吗? 我们就在选啊 赏饼 赏饼 你不喜欢吃饼 赏饼 赏饼 你别说我吃赏饼 Aim 我吃饼 是饼 其实个人觉得这里卖的除了是点心之外 还是服务和用餐体验 这里的服务可以说是非常的周到 就像是海底老板的点心店 服务员会不时来到你的桌上 告诉你点心的食材 问你吃后的感受如何 那么如果你也有去过有类似体验的餐馆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和我分享您的用餐体验 这个频道主要和大家介绍美食和旅游景点 您的订阅和点赞将会是我们继续经营的很大动力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